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3年春节刚过 中国各地一派人情春早的忙碌景象 来自印度的德福也开始忙碌起来 他开始着手准备 希望自己的餐厅能够吸引更多人来消费 德福决定 首先制定一个统一烹饪配比标准 让厨师们在做菜的时候 按照这个标准来使用 做印度任何菜里面 主要是它的香料的比例 因为印度香料就是比较多 每个菜里面最起有17 18种香料 我房屋中也可以做到 但是我不选择这个 我就想包装我们的 印度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 印度生产香料 香料种类有一百种之多 印度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香料 各种香料与各种食材的充分融合 造就了印度菜神秘而丰富的味道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17种香料 放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菜 德福即将烹饪的马沙拉烤鸡 就是由这17种香料制成的 为了保证这道菜里香料比例配比的正确 德福要亲自验证一下 将加入了蒜末 芥末油和柠檬汁的鸡肉搅拌均匀 放入冰浆里冷藏六个小时 然后再加入酸奶 姜蒜酱 辣椒 和17种印度香料制成的香料粉 搅拌均匀 放入特制的印度烤炉里 烤制7至8分钟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印度传统美食 马沙拉烤鸡就做好了 最愿最愿味 这些香料呢 它是一个天然的树 如果有一些香料呢 你放有一点多了 它的菜的颜色就变干了 或者它会有一点枯了 假如说我们的蒜黄 你放多了 它会一遍就枯了 德福来自印度北阿坎德邦 高中毕业后 德福离开家乡外出闯荡 2005年 正在新德里一家餐厅 做调酒师的他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与中国结缘 有一个老板 他经常来我们那个餐厅里面 这个老板在中国 开了这样的一个印度餐厅 他一看 这个人工作还可以 他说如果你想去中国的话 去我们餐厅 公司好像一千还是一千一百块钱 人们币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好像印度那边 就差不多一算是人们币五百多块钱 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 赚更多的钱 对于当时29岁的德福来说 是一件开心的事 于是他选择到中国发展 在此之前 德福对中国了解的并不多 当他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 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山珍下来以后 我就看那个高大厦 这个高铁 这个速度三百度 就完全是发展的那种 有各种餐厅 印度菜 中产厅 它有各个国家的餐厅都有了 每次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新的生活方式 也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了 在震惊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 德福也看到了机遇 他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提升自己 德福从深圳一家 印度餐厅的服务员做起 五年间 他从服务员 领班 主管 一步一步上升到高级西餐厅的总经理 月薪也从最初的每月一千一百元 增长到三万五千元 假如说我当一个富养的时候 我出来没有看我能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富养 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我什么样的 能做得比我们精力好 我后来出了一个德国餐厅工作 也是一样的 我是一个餐厅精力 我也没有想是我能做这个中经理一样的 我的目标每次都是怎么样的能做得 比这个人更好 给自己一个最高的目标 对于自己的发展 德福一直有着清晰的目标 2012年 已是一家跨国企业餐饮部总监的德福 决定自己创业 2013年9月 他在西安开了一家印度文化交流餐厅 立志做原汁原味的印度餐 我在西餐厅工作 但是我还是想吃家乡菜 经常带我的这些中国朋友 他们第一个饭也就是 那些印度菜是咖喱 我也出来看看很多印度餐厅 他们就看当地人西馆是什么 有调的这些菜 没有一个是这种原汁原味的 也没有人一个自动去接受 印度语有什么家乡 印度语有啥辣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确实很大 德福的餐厅 位于西安大唐西市的思路风情街上 在盛唐时期 西市曾是世界上重要的商贸中心 这里聚居着来自丝绸之路 沿线各国各地区的商客 他们带来珠宝 玉石等奢侈品 在这里卖出后 购买丝绸 瓷器等中国特产 运回国去售卖 繁华程度盛极一时 因此这里也被誉为金市 西安也是一个思绸之路的起点 那现在算是 我是现在的这个商人 从印度洞到长安 还是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的人呢 就是大家是各个国家的人 来这个地方做生意 交流文化 那我们现在还是做的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个是缘分 西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 当时发达的贸易也让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 在这里融合传播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 也正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职所在 一项头脑灵活的德福 想利用这个契机 找一些思路上中国美食和印度美食的相通之处 推广一下自己的餐厅 在朋友的介绍下 德福前去拜访阮万里教授 阮万里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伤保护 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平时主要致力于丝绸之路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阮万里教授的讲解 打开了德福的思路 而阮教授接下来讲的知识点 让德福找到了创新的方向 印度人做的糖是块的 就是我们说的冰糖 是 冰糖 印度产的这个折糖 其实在汉代文献里都出现 当时不过就是神秘 实际上它就是冰糖 到糖代了以后 中国人向印度学习 把这个熬糖法学会了 而且生产的糖呢 又秘书出了印度 印度人把这个 金尼紫糖代人生产的这个白产糖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说学习模仿和秘书出的一个文化现象 说明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世界文明之间 它是互动的 听了阮万里的介绍 德福眼前一亮 他觉得可以考虑以糖为推广点 做一道餐品 在特别的时刻推出 吸引顾客 所以很多有这样的共同的东西 我们了解这个东西 这样的我们能做得更远 我们的特色 今天是周末 拜访老师回到餐厅 德福并没有休息 最好吃的 立刻忙着招待朋友 怎么样 在西安创业十年 德福交了不少朋友 这些朋友有中国的 也有外国的 方便的时候 他经常请朋友们到店里品尝印度美食 一来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二来也是为了感谢这些朋友们 对自己平时里的帮助 在这些朋友中 人心疯是德福要特别感谢的人 2018年 德福看到自己在西安的餐厅生意不错 萌生了在其他城市 开个更大餐厅的想法 于是投资200多万元 在成都开了一家700平米的餐厅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 没多久餐厅就倒闭了 高额欠款 让德福一时喘不过气来 甚至还影响到 他西安餐厅的正常运转 欠了一百 六十多万了 那个时候 我从来没跟我罗夫说 孩子也在这里 还要付出金 但是刚好有这样的朋友 他自动找我 说你这个不用这样的 我给你 他给我二十万了 当时主动找德福的这位中国朋友 就是任心峰 我说如果你需要资金 我可以给你帮一些 我也有过困难 在我困难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帮助我 尤其他在异国他乡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帮助他 对他来说可能是血中送他 所以你看我的双生 这下都是我的经济 你看我不信心 他们就信心谁 我双生 能做这些事情 有一个好的态度而已 但是那个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要人家帮助我 恰逢三月 印度狐狸节举行的日子 从达曼里老师那里回来后 经过思考 德福想做一个与糖有关的饮料 在狐狸节上推出 德福正在准备的饮料 就是他准备在狐狸节上推出的新品 由糖 印度香料 以及各种果干制成 德福还给饮料起了个特别的名字 思路马沙拉甜茶 狐狸节是一个 对印度人来说一个非常大的 最大的 是第二个最大的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的来源 说是重点到了 一块说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节日 开始之前就让每个人可以憋 这样的 大家就可以更清晰 狐狸节又称撒红节 是印度古老的节日之一 在德福看来 在这么重要的节日退出菜品 正是增加人气的好时机 我们喝的它那个 专门给撒红节准备的那个茶 特别甜 这可能就是几千年来文化的交流 最后演变到了我们生活上的 饮食上的这个细枝末节 因为德福足够努力 春节过后才两个多月的时间 餐厅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 可以吗 在中国生活18年 创业10年 德福的励志故事 被写进西安一家国际学校的英语课本里 他本人也多次上过 印度的一些财经杂志封面 他的故事也被多家媒体报道 与德福一样 在浙江义乌也有一位外国朋友 通过在中国开餐厅实现了人生的梦想 这位外国朋友叫穆罕奈德 是一位较早扎根义乌创业的约旦商人 这里是穆罕奈德在义乌开的阿拉伯餐厅 每天早上都会准时来到餐厅 检查一天的经营事宜 我看 这个阿拉伯考虑就是在我们店蒙古饭了 客人看了就要看好看了 不好看又没人喜欢吃 我们切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要买细的一模一样的是高 不能盘了细的盘了又不好看 一个对可以了 今天穆罕奈德来得比平时更早些 那个菜刀呢 他要赶在客人来之前 和店里的厨师们切磋一下 餐厅里的招拜美食曼萨夫的做法 曼萨夫是约旦的传统食物 由约旦国菜之称 是当地家庭平时招待宾客 和欢迎节日时不可缺少的食物 对于如此有代表性的美食 穆罕奈德一直很注重他的品质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带领大家切磋一下 这个菜比较重要 中东的人有些喜欢吃 我们每天放沙马都还是会买完 像在我们这个酸奶干 它的这个袋子里 来自中东地区的特制酸奶干 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原料 放入相应的阿拉伯香料 熬制成特别的汤子 特制的汤子 加了黄油和黄姜煮熟的米饭 是这道美食的亮点 在约旦 用这道菜招待客人时 最讲究的就是羊肉块一定要大 以表明主人的热情和慷慨 最后撒上阿拉伯香菜 这道美食就算做好了 按照老规矩 大家都要来品评一下 以便来查找不足 老板做的这个很少吃 跟你做的不一样的怎么样 哪里的 哪里 从哪里的 老板这个米饭 它的颜色要淡一点 我做的米饭颜色就深一点 不要太缓 还有那个糖要 你要少一点发 厨师哪里错了 我会告诉他 我会让他改变 有很多咸不咸 有糖没有糖 一定要米饰客人来了 还是一样的味道 满着那个糖就要喝热 作为较早来义乌创业的外籍商人 穆罕奈德在义乌开餐厅 已经二十多年 如今餐厅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几十名员工的大店 那么他又是怎样 与义乌结缘的呢 穆罕奈德来自约旦的伊尔彼得市 2000年他来到中国 帮助叔叔达里 开在广州的阿拉伯餐厅 在餐厅里与当时前来应聘的 安徽姑娘刘芳相识 工作的关系 让两位年轻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并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 穆罕奈德发现了 来义乌开餐馆的商机 在餐厅上班了 现在我们认识很多的人 有一个人他说他是野门的 他有采购在伊乌 他觉得这边没有餐厅 他们全部就是中国餐厅 他说你去伊乌开一个餐厅 上世纪八十年代 凭着鸡毛换糖的吃苦精神 伊乌人率先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 伊乌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 世界小商品之都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到伊乌做生意 穆罕奈德也看到伊乌外商多 服务外商的特色餐厅少的商机 决定来伊乌市 开一家阿拉伯风味餐厅 老师上我就看了 一张桌子一个张桌子 摆客人真的不少那个时候 忙活一上午 已到了中午餐厅迎客的高峰期 每到这时候便是 我比较喜欢吃的蔬菜烤牛肉 我们是不是阿拉伯人 就听说过他们的曾经 过来吃了一次 就觉得很好吃 一下火车一看 哇 好破啊 好烂啊 连那火车站边上的房子 全是矮的 小瓦房一样的 到处都是车子 不是这种迪士车 也不是小轿车 是那种叫什么车 人骑的那种三轮车 还是什么的 落差感大的不行 我立马我就哭了 我就跟他说 我不要在这里 我们赶紧回馈州 二十多年前的义务 还正处在发展建设阶段 但穆罕奈德还是从中 捕捉到了不一样的信息 我上河次过来了 我就看到 这个地方还在盖房 有很多房子在盖了 那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知道 这个以后也会好的这个地方 2002年底 穆罕奈德在当地开了 较早的一家阿拉伯餐厅 很快 这一消息便在义务经上的 阿拉伯人中传开了 第三号的声音 全部都国家的人 在义务来这边拆过 到我们餐厅吃饭 我们店后面有一个小路 我们还在那边 我还是放机上桌着认识 夜幕降临 每天晚上七八点钟 是餐厅客人最多的时候 你放少一点可以 路多一点 现在的穆罕奈德和妻子 已经有了一套 很成熟的生意经 可是在经营餐馆之初 他们也曾经历过 差点关门的窘境 要厨师较多一点 要干净 转去好看 人做得舒服 那个时候还是要用钱比较多 反正我老公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他这个人可能爱车 胜过爱房子爱过一切 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可以 但是不能没有车 他把车给卖了 一屋的清晨在安静中 透着一丝丝勃勃的生机 今早起来 穆罕奈德没有去餐厅 而是放下所有事情 和妻子一同去探望一位 刚从国外回来的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 是他们刚来一屋开餐厅时的 第一个房东 也是他们夫妇开餐馆 最困难是对他们帮助最大的人 来来来 坐坐坐 要吗 坐 那时候我正在看 开始我要付房子 最多有三千多元 对 那时候大伯奈特给你打电话 我不好意思 从来不找我 你知道为什么 什么说有就什么说服 2009年 差不多一年 因为心情感激 每一次见面 穆罕奈德夫妇 总会与周大哥聊起 当年的情形 对你来说可能就一句话吧 但是我们觉得 就是可能 当时我给他打电话 我很不好意思 我就叫他周大哥 我说周大哥 我跟你说件事 我讲房租该交了 但是生意不是太好 没有钱 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跟我说 没关系的 你什么时候有 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然后我说还有个事 我说今天房租能不能便宜一点 因为真的做不出来 我准备餐厅扩大 要重新装修 我说可能真的觉得那个 他说 挺让我感动的 他就说 好的 那你觉得多少钱好 就是那一刹那觉得 心里好有底啊 村民都是靠朋友的 尤其是个阿拉伯的小伙子 到中国的话 我相信朋友肯定更需要 其实我当初 我当初给穆罕奈德 不是说很了解 但是我看他们两夫妻都很惊艳 做事情也很踏实 所以说他能够毫不拥在这里发展的话 作为我来说 作为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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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利物本地的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房东 我认为是应该很自然的去 能帮就帮 在周大哥的帮助下 穆罕奈德夫妇 缓解了资金短缺的困难 重新开了家名为花的阿拉伯餐厅 生意再一次好了起来 虽然已经事隔很多年 提起周大哥 对自己曾经的鼎力相助 一向性格内敛的穆罕奈德 还是觉得有些动容 2014年11月18日 一新欧班列从义乌成功发车 丝路铺铁轨 汽笛换驼灵 义乌被誉为了新丝绸之路的起点 这些满载货物 往伴于义乌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的 钢铁驼队 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 得益于一带一路的便利 穆罕奈德餐厅的生意 越发好做起来 以前我餐厅那个材料要用了 找我朋友还是找我的客人带过来了 就用了一两个月就一户没了 就还要找其他的人 现在一带一路 你知道有那个地路 我们在这边中复放了一个地方 为了监控产品 就在福建市场武器一落 这里就是一屋中国进口商品城 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万种境外商品在这里有销售 穆罕奈德餐厅需要的 所有做阿拉伯菜的原料 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那我们需要用了 打电话送过来 就是让我们就不要浪费 钱为了租倉库 又不要浪费我们把钱 全部为了买很多货 无论是穆罕奈德还是德福 他们都很感谢中国这片土地 在这里 他们实现了他们的人生梦想 这片土地的剩下 就像写并了